我们这个课程名称 主要当然是希望能够从VBA 能够也许再延伸到Python 不过据那个陈范伦说 当然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VBA的基础 那比较想学好像是Python 所以这部分也许我们在Python的部分 可能会多一点内容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课程规划 就是你们刚刚做文卷那里面有看到的 大概就那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其实包罗案上还蛮多的 要在十次课程里面把它讲完 其实进度会蛮感的 所以你们要有点心意准备 可能要随时要准备 当然除了课 上课的时候要聚精会神 课后恐怕也要回去要再练习 因为这很怕时间 随便弄个东西 就是一整天就过去了 那当然今天第一件任务 就是要把Python的环境先弄起来 因为我们要Coding嘛 要写一点东西 那Coding写东西的话 其实不像那个VBA这么简单 VBA的话直接ECEL打开 里面就有VBA的开发环境 那Python的话很麻烦 你还要安装一堆东西 因为它不是内建的 不像OVC打开也有了 所以其实微软把大家惯坏了 因为微软装好就好 可以Coding了 像Visual Studio也是一样 不过那个麻烦地方 Visual Studio一装起来就几十GB 有时候还装起来一百GB不见了 那可是用Python的开发环境不用 大概顶多一两百Mbps就可以了 而且环境是可吸版的 可吸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带着走 带到另外一条电脑马上也可以 就可以再做 不用再安装 蛮方便的 当然各自有它的优点 那因为Python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费用问题 除非说你要做商业行为 那可是如果你用微软的 那就会有非常多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商用的 商用软体 那差别在这里 当然现在老板很聪明 尽量不要花钱 不要花钱 不要花钱就用自由软体 可是问题自由软体就是 你没有付它半毛钱 它当然也没有义务要提供给你任何service 所以所有的service就是你要自己service 所以你要自己有这种 你现在是自助餐 你不是去餐厅还有人帮你服务 没有 所以问题会蛮多的 那当然我会把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也跟各位做说明 那当然今天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第二个参考书目 那我不确定说我们这边是不是 就是有一本参考用书 不过那本书不知道这边会不会 是帮各位买还是怎么样 还是我不知道 反正或者是用讲义的方式 也OK 那再来的话呢 讲义其实当然我比较不利是 因为虽然这边是规定是不能录音录影 但我会帮你录音录影 所以上课如果说你学业程度 那我们会进度快一点 所以有时候让快一点 你可能听不太懂 或者跟不太上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一定要再花时间 自己再找时间复习一下 不然的话我看这样上不了多少 没有办法讲太多东西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可能有部分会讲得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会把它录下来 你回去再听一下 应该听得懂 反正照着做 其实写程度就是这样 你是要照着固定SOP保证做出来 但是你只要其中有一个地方 落掉了你就做不出来 程式是这样 一定要100分 没有99分的 差一个步骤都不行 哪怕是差一个什么 逗点变点变去点都不行 小瓜糊变大瓜也不行 反正一个字打错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细心 但是还好 因为除错环境都OK 底下都会跟你讲哪里做错 但是他英文的 你要看懂 他到底哪里错 其实有时候 慢慢你要习惯 你就慢慢有 就是有跟他有互动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他还蛮好理解的 Python其实 也是一个不错的 算是partner 他算是一个蛮好相处的 帮你开发的一个 算什么creator 他帮你create一些东西出来 不过前提是你要先把它 把它环境弄出来 所以今天至少第一个任务 我们要把Python环境弄起来 但是因为我刚刚讲过 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自由软体的话 你要自己去安装 所以待会会交互安装的方式 第一个把Python安装起来 第二个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开始写的话 它有环境给你 但是环境有点像记事本 非常阳春 应该没有人想要用那种环境 所以如果说你要开发的话 我自己比较习惯是会用像Eclipse 有一个专门开发 如果你以前有写C C++ 或者是Java 或者是甚至PHP JSP 反正各种城市开发都可以 它是以前IBM的一个子公司 后来IBM把它无偿的 变成一个 就是非一定组织 OK 而且无偿的让大家使用它的ID 开发环境 所以我们待会用那个环境 那至于怎么做 等一下会讲 所以今天第一个 一定要先把环境弄起来 第二个呢 也一定要能够run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Hello World 反正至少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可能解决一些环境设置的问题 再来就可以开始写一些基本程式 比如说把一些变数里面 一定是 可能是一个整数 或者是辅点 有小数点的 或者是说文字 就是把它print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再来做逻辑判断 然后再来跑一些回圈 然后再开始做一些档案的动作 然后再来也许是可以 存文字的存取 再来资料库 再来就是从网路上捞资料 可以把它存在Database里面 Database当然有分好几种 你可以local端的 Seqlite 或者是说你可以远端的 你可以用一般还是用myseqlite 当然如果你喜欢 反正不管你seql server也ok Oracle也ok 一定是用seql语言去存取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叫Filebase 云端Database 那个也现在用的非常普遍 尤其手机app里面 很多都会用Filebase 反正你只要存资料 把它存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有这些单元的设计 大概蛮多东西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coding的时间也蛮久了 其实大概20年以上了 那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Google 吴老师的关键字 应该在第一个page的 第一个应该就是我了 ok 目前啦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超越 我不知道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目前呢 教了蛮多的程式啦 那我的习惯是不吝啬于分享 尤其是以色尔VBA 其实以色尔VBA 也基础了超过20年 所以这东西 我想已经熟到一个不行了 已经闭着眼睛都知道问题 在哪里啦 只是说 这个教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在Google YouTube上面啦 一堆 我也不吝啬你看啦 就怕你不看而已 看了反正你就是多 然后另外的话 怎么样跟Python之间做互相的搭配 其实它跟Python之间并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互相的 优点缺点互相的结长补短 所以工具就工具 你不要说我只能学某一个不行 反正管它哪一个好用哪一个就OK了 那大概我的构想是这样 另外的话当然 我除了教这方面课程教了一堆 像手机APP开发 之前也常教这部分 另外的话我开了一堆课程 当然除了在我们志强这边 其他地方也都有开了 OK 然后 那这是我的相关的经历 比较值得一提的 大概就各地到处讲学 另外我有创业的经验 还有我刚刚讲 我coding有超过20年了 coding有部分原因其实是来自于兴趣 因为我不喜欢土法链钢做事情 所以我只要遇到 那个事情是要重复做的 或者我觉得那样的做没有效率 我一定会自己亲自的去解决那个问题 至于怎么解决 他们还用coding 因为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弄 导播你写一个程式 去把那个问题解决 还比较可靠 对不对 你找一个人在那里 你还要盯着他 我觉得反而比较累 反而你写一个程式 而且让他自动去run 自动去解决一些问题 不就OK了吗 而且还可以省很多人力物力 那个人就多出来了 所以你也可以训练他 大家可以写程式就好了 帮你写程式就好了 所以未来其实的世界 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的 就是可以去做一点 创造性质的工作的人 OK 那另外我有创业经验 担任过公司执行长 五年的时间 然后公司也得了一个 创业杰出 杰出创业 凯模的一个奖项 OK 那再来的话 因为在元氏大学 也帮他们开一些大数据 还有一些APP上关 云端的课程 所以那个TPPS有采访我 每一天的新闻 另外的话 在这边也教 志强工艺经理也教很久 所以好像是去年 哪一天突然说 老师要一个奖给你 我不知道什么奖 他拿给我好重 原来是一个什么 叫 杰出 卓越贡献教师 OK 然后呢 另外这是我的证照 不过证照也是一堆 请上添花 那还有另外一个奖 是文化大学推广部给我的 叫什么 趋势先锋吧 也是去年给的 另外呢 我的YouTube频道 大概目前的订阅人数 大概2万人 观看支出也是几万 几百万 那不是重点 那当然2万 对于一般来说没什么 不过对一个教学频道来说 订阅人数超2万 应该已经有那么一点点 值得一提的 OK 好 那 而且YouTube大概十几年前开始做 我十几年前上课的时候 我就把影片录下来了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每次 上完课的时候 下一个礼拜同学问一样的问题 我都觉得说 那我刚才录下来给你 现在就不要再问了 这样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做了这些 发现真的效果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来问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说 你回去是不是没有复习 对 他就不敢问 就回去 自己回去看影片好了 除非说 我真的没讲到 那你问我 你绝对不会说什么 OK 所以 你们也不用担心 反正我只要做过的 我会把它录下 你回去一定要看 而且可能会出一些练习题给你们 但我想前一天要上课 我是期末要加个作业给我 那这边要不要 如法炮制一下 期末要加个作业 但你会量力而为 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而且你程度比较好 你可以交一个比较好的作业给我 跟Python有关系的 或者跟VBA有关系的 或者协同应用的 当然更好 OK 目前就需要这种人才 跨领域的 不只是跨领域 还可以跨语言的 跨语言就是你可以 不只是说你还会一种语言 你多种语言 比如说你 网路爬虫你用Python 然后OBIS里面你用VBA 然后手机上你又用什么 Android Studio 或者是你Mac上面你又可以用什么 Xcode 什么都可以 或Suite都可以的话 那不得了了 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我想你们应该蛮需要的这种人 可以什么都可以 那不得了 可以create出很多东西出来 再把它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 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可不可能 非常可能 因为大家需要东西把它create出来 就可以定个价钱了嘛 要不要 要就来 不要就拉倒 OK 如果大家都需要 可是没有了 真的 那东西其实很值钱 那怎么做 我想 就是要做一点 其实我做什么 部落格 YouTube也是闲暇的 那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想说 Google突然跟我讲说 我要给你钱 那我想说要不要收 当然要收啊 所以每个月 Google都会给我钱 至于多少钱 这个当然是一个秘密 上面有 不过不是很重要 这个就网红 应该知道吧 不过我不是网红 但是我却做了网红一样的事情 不过我不是因为刻意要做网红 各位不要误会 OK 我只是因为我把它录下来 是最早初中是希望同学可以上课 比较轻松 也都记得起来 另外呢 因为我大概有三十几张证照 所以也担任了认证中心的一些審题 命题的委员 OK 那再回到我们的课程 接下来呢 后面我们有两本上课参考用书 第一本的话呢 就是这一本 我想这本是最简单的 这个是那个什么呢 快快乐 之前文渊阁工作室 他们有一本 拍上的初学特训班 那里面有一些范例 也许从那边出来 不过不完全一模一样 我可以自己改写一下 OK 另外的话 底下有一个什么 拍上自动化的乐趣 这也是国外的一本书啦 这本书 大概在国外他网站也有全部 把那个书都放在网路上 免费给人家这个使用 不过呢 他放在网路上的那个 是一个英文版的 那这本书的话是中文版 他有把它做翻译 其他的话像这一本啦 不过其他书籍 我想各位可以自行再参考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看一下 那个有关拍上的部分 那第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有做了一个课前问卷 这个问卷的话 目前有十几个 我看他十七个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目前我们这一班的程度 那其实一个班最好上课 是大家程度都一样 最不好上课是程度都不一样 OK 而且刚好如果正好都是要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五位是高阶的 然后有五位刚好入 然后有七位是这个进阶 所以我们上课 基本上以最多 大概取一个中间值 如果你程度比较好的话 那你就自己再花一点时间去做其他演练 如果你程度不好的话 那记得你回去一定要多花时间 大概就这样子 我的话是很难上课 OK 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 OK 好 那希望上课以哪个部分为主呢 当然最多是基本语法的 这个当然今天应该会上到 结构的控制 里面刚刚讲过了 包含一些基本变数 使用的方法 其实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语言 大致上雷同 观念也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宣告的时候 跟VBA一样 可以不用宣告 可以不用宣告 这一点我觉得还不错 不用宣告 但是呢 一定要转型 转型部分是一定要的 VBA是连转型都不用 所以我觉得VBA有时候写起来 最轻松 为什么随便乱写都可以 没有bug 但Python可能差一点 如果你写Java的话 那更头痛 很多细节 什么东西都要先定义好 身材形态多大多小 可能要先定义好 那更不用讲 你写C C或C++ 那更是头痛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当然 每一种语言 每一种语言的特性 不过它有相似的地方 一定会有变数 那变数放什么东西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那个逻辑 比如说一重逻辑 两重多重 怎么样去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那再来就是跑一些回圈 自动去做完一些事情 那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呢 第二 也一样 大概80%的时候 想要学习的是跟档案处理 也许跟TST CSV CSV其实可以跟Excel 之间做资料交换 所以CSV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但是会有一些可能 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是它的内码 因为微软是它自己有一个MS950 那一般其他语言呢 可能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UTF8 所以如果你选错了语系的话 那就会乱码 OK 所以一般的习惯是全部 刚刚全部变UTF8算了 但只有一个不合群 就微软 微软就是 只要它的东西 它就是不是UTF8 那怎么办 你就要先转成UTF8 它就会正常 所以后面会遇到 所以不外乎就是 微软阵营的 不然就是非微软阵营 一般就UTF8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 有关网页上面的资料截取 就是所谓的Python 的长处之一 就网路爬虫 OK 你可以很自在的 把该找的东西把它爬下来 那这个当然VBA也办得到 不过各自有各自的强项 那至于怎么做 比较简单 我想我们后面再跟各位 分享一些我的心得 这也许就是一些 开发的心得分享 那其他的话 跟Excel之间做资料交换 这也蛮重要的 反正这个地方 有点像是 把Excel当资料交换的 一个平台吧 你也可以说 他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也有人这样用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大概我们了解一下 大家的学习需求 那大部分同学都是 自己想多学一点 还有业务上 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今天第一次上课 大概我想有些可能 不是那么重要 自己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Python 跟其他语言比较 自己Google一下 答案一堆 反正我简单讲 就是趋势 最多人用 反正应该Python 我想短期之内 要能够超过他的 应该比较少 那 所以目前他的排名 应该是排在第五 前面大概不外乎就Java 不外乎是C C++ 这是老字号的 几十年的 另外一个C Sharp C Sharp跟Java蛮像的 只是应该可以讲微软的Java吧 里面积分语义法都跟Java一模一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Python 其他的话有VB VBA这个蛮特殊的 因为在台湾居然会这么火红 蛮意外的 OK 不过使用起来我想 你会发现他这个VB 单内车又跟VBA又不太一样 但是呢 其实语言特性也都差不多 只是多一个单内车 不过 就我来看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执行而已 所以其实写程式很多地方都观念上都相通的 那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建立Python的开发环境 也就是要开始写一点东西了 那要怎么写 我刚刚讲的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讲好听一点就是自由 应该是没有费用的问题 也不是免费 然后呢 但是缺点就是你要自己动手DIY 也就是环境上要自己把它变出来 那我们会需要几个 第一个 Python 请各位一定要先自己先什么 到Python的官网 那其实你要怎么找到这个官网 很简单吧 你就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Python就可以了 你就打一个Python OwnPython 那其实找到第一个就是Welcome OK 然后呢你就download 记得呢 它有两个版本 应该算两个主流版本 就是说2.x跟3.x 不过我是建议用3.x不要OK 因为2.x的只是相容旧环境 但是未来还是会以3.x 3.x是没有 最新的是3.64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3.64今天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有把它下载了 那你们就是直接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是32bit的 不过像Eclipse还有分3.x或6.x 看干脆都用3.x好了 好处是反正你的环境如果3.x也能执行 6.x也能执行 因为6.x会向下向楼 但如果你下载6.x的话 那你在3.x就不能执行 那特别注意哦 安装的方式请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 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 这个安装的路径有没有 我是建议可以把它 取消一下 安装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把这个安装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那个安装的路径改在低点 不要放在C点 因为我们这边环境有可能它会还原 这边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重点哦 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你安装的话记得 不要选择这个 刚刚我按下就错了 OK 请你选择你自己手动去找一个 这个地方哦 OK 这个很重要哦 做错了就 所以之前的同学乱装 装到C点 现在就来不见了 OK 第二个的话请你注意啊 第二个重点 add Python 3.6 to paste 这个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以后呢你在执行 要执行一些命令的时候啊 你那个在DOS底下 要打一些指令的时候呢 它会没有paste 你要必须要手动加paste 很麻烦 所以呢 直接怎么样 记得哦 选这个 另外这个先打勾 记得哦 这个一定要先打勾 如果没打勾的话 后面会产生一些 不可预期的问题哦 所以记得不要做错了 第二个的话 记得选这个 那我把它装在低叠的根目底下好了 OK 那我就选那个这个 这边打勾 然后呢 下一步之后 这边全选下一步 然后他问你说你要放哪里哦 请注意一下 一般的习惯哦 是会装在那个我们的低叠底下 低叠 不过哦 像我这一台 刚好他低叠是db 好了算了 装C点 根目录好了 如果你没有低叠的话 不过我怕到时候还原又重来 又要再装一次了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装 装在那个 装C点 如果有的话 你们就装在那个 装在低叠 我习惯是直接干脆把目录 直接delete掉了 意思就是先 如果你有D的话 你就装在D冒号斜线 Python36-32这个路径好了 OK 那如果 那我这一台因为没有D啊 我干脆就装C好了 这个一个变通 好 那就把它install 这样的话呢 他问你要不要允许 是 就把它install起来了 OK 那请各位第一件事 先试着做做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到Python的官网 那很简单 你Google一下打Python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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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